過來就可以 大家好 我們是歐斯坦河部隊的居民 這是我們一起開發輻射地圖MD的史達 我們知道輻射河栽之後 很多的輻射外洩 所以告訴你 現在日本人擁有手上的遺棄 一個遺棄大概有幾十萬隻 他們自主的測量 產生了上千萬筆的資料 在日本民間自己製作的輻射地圖上面 我們台灣因為這些比較難取得 然後也比較少人來參與測量 所以我們想要開發一個戰略APP 因為在台灣有一個燒雀中心 就是把我們以前運到藍魚的核廢料 現在拿來用燒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北台灣測到的數據 我剛剛進來測到外面是0.09 裡邊是0.12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就代表 假如在每小時 0.11維希佛的情況底下 我們一年叫每一萬人 要一個人離愛死亡 也就是有兩千三百萬人在台灣 會離愛死亡 我們希望藉由輻射地圖APP的開發 讓一般人只要花一千多塊錢 兩千塊錢 取得這樣的機器 測量完之後拍照 上傳 打卡 我們可以把這些所有的數值 把它整合起來 讓大家可以去查詢 我們哪一個地區其實已經超標 用這個數值來呼籲政府 要正視我們大家民眾所測到的這些數據 要求他們不要再燒核廢料 甚至希望他們盡快把台灣的所有的核電廠停下來 因為台灣目前不缺電的情況下 根本不需要用到核電廠 所以我們來開發這個東西 那其實主要是最主要也是因為 我們大家民眾 大家只知道說好像有輻射 但不知道到底輻射有沒有超標 我住的地區有沒有超標 假如我的小孩子要成長 在這樣的環境到底適不適合 所以我們開發一個這個東西 其實很簡單 它就跟量血壓 量溫度一樣 每個人都可以量 那接下來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的進度跟我們所需要徵求的人才 大家好 我們現在已經有iOS的工程師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示意圖 所以大概界面上是好了 後面還要再接上我們的地圖 這樣子 然後網頁的部分 我們是拿 就是大概有個圖形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反正左邊就是會顯示你的 目前的輻射的量 然後右邊就是一些選單這樣子 那架構上的話 網頁的部分是用五加利滴當基礎 那是PHP 然後用文化是Kalana 加Scribd 然後Openled的東西 那iOS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手工做的 就是後面接五加利滴的API 那我們目前Android的部分也想做 可是現在是沒有功程師 現在缺人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需要Android的工... Android的工程師 然後如果說有人可以寫PHP的話 也可以來加PHP的部分 然後 對 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